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等多家印媒报道 印度外长苏杰生当地时间周日在印度南部城市特里凡德郎接受采访 谈及当前印度与西方的关系和此前闭幕的G20峰会等话题 期间他表示西方不是坏人 印度需要克服过去存在的西方式坏人综合征 同时他也表态自己这么说并非是在支持西方 像亚洲和非洲大规模输入商品的并不是西方 我认为我们需要克服过去的综合征及西方式坏人 另一边则是发展中国家的观点 世界要复杂得多问题要复杂得多 苏杰生称 一些国家对他们被当作推动另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资源而感到愤怒 他认为西方不应为此受到指责 报道称苏杰生明确表示自己并非是在支持西方 他补充称在如今全球化背景下 制造业的集中度被杠杆化和补贴化 并以此影响着世界经济 9月9日至10日 二十国集团峰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 据新德里电视台报道 采访中苏杰生谈到此次由印度作为轮值主席国的G20峰会取得的成果 他认为印度能够让这个有影响力的国家集团 回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轨道上 并专注于关于全球南方的倡议 报道称苏杰生表示印度现在是一个不同的国家 一个拥有不同的信心和不同的领导力的国家 举办G20会让印度受益 他进一步称 这次G20峰会表明印度也可以塑造议程 此外报道提到谈及如何设法在G20峰会联合宣言中 避免将俄乌冲突归咎于俄罗斯 苏杰生称 每个人都有妥协 有很多相互的让步 他表示 在去年的G20巴厘岛峰会上发生的事情 即俄罗斯受到谴责一事 不能在印度重演 同时事情也不能一直停滞不前 这里是新德里 因此必须打造新德里的成果 苏杰生说 印度外长关于印度与西方关系的这一最新表态 也在社交媒体引发讨论 有网友表示赞同 很正确 是的 也有网友注意到苏杰生对待西方口径的转变 去年他花了好几个月抨击西方和欧洲 乌克兰的成功 以及俄罗斯陷入穷困的状态 一定让他认识到自己的做法是愚蠢的 他是自愿这么说的 他的语调和表达的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有网友则不认同苏杰生的观点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苏杰生先生 西方确实是坏人 我们下期见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